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丈夫雅各布不想一辈子看鸡屁股 雅各布与莫妮卡两人来美国十年了 原本在加州做除鸡性别鉴定 因为公鸡不下蛋 肉也不好吃 要处理掉 机场只留下母的 雅各布厌倦了这种日子 想要独立谋生 他看中阿肯色州的土地肥沃 想要在这里种菜 于是脱家带口 揣着不多的鸡絮搬到这里 一下车 眼前是一栋四个轮子的简易移动房 四周是荒野 孩子觉得很新奇 莫妮卡却一脸愁容 他们的儿子大卫有先天性心脏病 莫妮卡认为他们应该住在方便去医院的地方 而不是这鸟不拉屎的偏僻乡下 一栋房内更是乏善可陈 雅各布兴致勃勃勃地带妻子孩子来到外面 金色的阳光下是大片的田野 他挖出一截带着黑色土壤的草根给妻子看 这就是他选择这里的原因 他要把这片肥沃的土地变成一个大农场 晚上 莫妮卡照常给大卫检查心脏 最近心脏的杂音变大了 他自己有些不安 去安慰儿子 只要每晚睡前做祈祷 福音就会护佑你好起来的 安顿下来后 夫妻二人来到当地的养殖场 按照雅各布的计划 他们先在这里继续坐牢本行 他等农场步入正轨后 就会去全心打理农场 夫妻俩都上班 让莫妮卡有些担心 他提议搬去镇上韩国人的聚居区 这样可以请个韩国老太太帮忙看孩子 但雅各布不同意 他说孩子已经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 其实雅各布清楚妻子的质疑和担忧 他私下有和儿子聊过 儿子说喜欢这个新家 他答应儿子 以后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大农场的 他某着一股劲要证明自己 但这里的生活环境确实不尽人意 他们甚至得自己烧垃圾 一天晚上外面狂风暴雨 电视上说龙卷风可能会往这里走 他们得随时准备开车离开 郑说着突然停电了 孩子吓得躲到妈妈身边 好在不久后 电力恢复警报也解除了 雅各布长输一口气 危险终于过去了 但莫妮卡过不去 两人大吵起来 两个孩子不是第一次见这种场景了 赶紧回屋折纸飞机 纸飞机上写着 不要吵架 纸飞机无济于事 两人吵着吵着 开始说以前的事 丈夫说自己做这一切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这个家 她都看了整整十年鸡屁股 每天累得像条狗 妻子问那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在过苦日子 钱都哪儿去了 争吵以怒吼和眼泪会结束 莫妮卡告诉丈夫 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开始 那可能不是我们的开始 第二天雨过天晴 两个孩子早早起来 自己弄早餐 莫妮卡告诉两个孩子 她和爸爸商量决定 暂时不搬走 然后外婆会来帮忙照顾他们 这之后 雅各布开始忙活农场 农场的根本是水源 当地有用分叉的树枝 做占卜棒找水源的人 找一个水源250美金 两个300美金 雅各布不信这一套 不想花冤枉钱 她告诉大卫 美国人总喜欢相信些 有的没的 但韩国人会动脑筋 他们观察地势 在一片低洼处开始挖掘 还真挖出了水 我们用那些狠狠的东西 怎么找到的 我用什么 我用什么 这个水源 解决了农场的灌溉用水 也让家里用上了 免费的自来水 雅各布又雇了个 叫保罗的工人 保罗是毛岁自建来的 他是个热情 虔诚到有点疯癫的基督徒 动不动就祈祷 雅各布不信教 他常常觉得 保罗的行为有点可笑 雅各布要在这里种韩国蔬菜 很多人不解 为什么不种美国蔬菜 个头更大 产量更高 但雅各布有自己的想法 每年有三万韩国人 移民美国 这些人肯定会想念 家乡的味道 所以韩国蔬菜 一定会有市场 眼看农场 开始不如正轨 安妮和大卫的外婆 也来了 因为父亲死在战场上 莫里卡从小和母亲 相依为命 来美国后 很少能回家 以至于 大卫都还没见过外婆 大卫躲在妈妈裙子后面 不肯出来 因为眼前的外婆 和她想象的外婆 不一样 日后证明 这确实是个特别的外婆 外婆带来了很多东西 有辣椒粉 鱼干 莫里卡看到这些 记忆里的味道 瞬间百感交集 母亲拿出一个信封 说是一点心意 莫里卡更过意不去了 结婚十年 她对母亲的照顾很少 到头来 还是母亲帮她 而送给大卫的 则是一副纸牌 和咬开的栗子 大卫一看是老人 用嘴咬的 说什么都不要栗子 最后只拿了纸牌 外婆还为她的病 带了很多名贵的补品 那东西熬出来黑黑的液体 苦不垃圾的 还不如山泉水呢 可妈妈说 以后每天都得喝一碗 不仅如此 大卫还得和外婆 共用一个房间 她觉得外婆身上 有股味道 她想 那就是韩国味吧 长大后她会知道 那其实叫老人味 总的来说 大卫不怎么喜欢这位外婆 她不像别人的奶奶 会烤饼干 而且说话粗鲁 不讲卫生 姐姐安妮也不怎么喜欢外婆 外婆喜欢看电视 擅长玩纸牌 外婆胆子很大 有时候会带她们走很远 一直走到树林里的小溪边 以前她们是从来不来这里的 因为妈妈说这里有蛇 但外婆很喜欢这儿 她说这里适合种水芹菜 她带了水芹菜种子来 外婆来了一段时间后 她们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了 农场也开始有了收获 但莫妮卡并没有多开心 雅各布也察觉到了这点 她这才想到 这里没有韩国教会 也没有朋友 生活久了 难免寂寞无趣 于是她提议 周末去镇上的教会做礼拜 正好可以认识一下当地人 她们受到了友好的欢迎 安妮和大卫也都交到了新朋友 但莫妮卡还是有些拘束 融入不进去 至于外婆 她不信教 大卫发现 她把妈妈捐的钱 悄悄拿回去了 这天回去的路上 她们遇到了保罗 保罗正扛着一个大十字架 缓慢地走着 保罗说 这就是她的教堂 看着保罗缓慢地身影 雅各布发出不屑地痴笑 忘了一旁的妻子 也是个虔诚的教徒 不久后 雅各布自己找的水源枯竭了 为了保住收成 她只好忍痛买自来水 好在终于迎来了大丰收 也找到了销路 可正准备发货的时候 对方突然变卦 说已经订了别的地方的菜 雅各布瞬间怒火攻心 为了这些菜 她起早贪黑 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 到头来 却被没成性的同胞耍了 保罗安慰她 我们还有时间找别的小路 可是没过几天 因为付不起水费账单 水又停了 连家用的水都没了 他们的钱都投到农场了 要维持下去 只能继续向银行贷款 一天下午 只有大卫和外婆在家 外婆在看拳击比赛 让大卫帮她倒碗山拳水 大卫还是不喜欢外婆 外婆竟然说她是漂亮男生 人家明明是帅气 于是她撒了一泡童子尿进去 正看得投入的外婆 完全没察觉到不对 晚上雅各布为此要打大卫 外婆连忙护着 又不是多大的事 干嘛打孩子 雅各布让大卫自己出去找抽条 大卫却只拿了根接杆 没想到外婆直夸大卫聪明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第二天早上 大卫找衣服的时候 被掉下来的抽屉砸伤了脚 外婆给她止血包扎 得知她搬得动那么重的抽屉 夸她真是个强壮的男孩子 这是第一次有人说大卫强壮 大卫很高兴 突然她坏坏地问 外婆 小便的味道怎么样 大卫渐渐喜欢和外婆待在一起了 有时候外婆鼓励她想跑就跑 可她想到妈妈的嘱咐 还是放弃了 她们一起来到小溪边 外婆的水芹菜长得很好 外婆告诉大卫 水芹菜在韩国是一种很常见的食物 可以用来做泡菜 炖肉 煮汤 她生命力强 无论穷人夫人都可以采来吃 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 欢迎娶娶娶娶娶戲强 大卫 乐 外婆赶紧搂着她,大声呵斥,是什么东西在吓唬她的外孙,然后安慰大卫,外婆不会让你死的。 这晚,大卫在外婆的怀里睡去。 第二天一早醒来,她发现外婆身下有一滩尿滋,外婆醒来后动不了也说不出话,姐弟俩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好打电话给妈妈。 几天后,妈妈带着外婆回来了,告诉他们外婆中风了,外婆大概是不想变成没用的累赘,总是拖着不灵便的身体感谢力所能及的活。 一天晚上,保罗到家里吃晚餐,主动提出要帮他们的房子去鞋,雅各布不信这一套,但莫妮卡愿意试试。 然而去鞋之后,生活依然没有好转,莫妮卡想回加州,这样他们才能还清债务,避免破产,但雅各布还不愿意放弃。 这天,他们开车去城里,要带大卫去医院做检查,雅各布还带了一箱蔬菜顺便做推销。 等待检查结果的时候,两人想起了从前,他们刚结婚时约定要去美国打拼,去挣更好的生活。 那时候,他们很有信心,觉得未来会好的。莫妮卡劝雅各布和他们一起回加州,别在这里死磕了。 最后,雅各布让莫妮卡去选择她想要的,而她要留在这里。 检查结果出来,医生告诉他们,大卫心脏上的那个洞神奇地变小了,如果继续缩小的话,就不用做手术了。 恍若从天而降的幸福,在这一天接种而来,一家食品加工厂对雅各布的蔬菜很满意,让他们下周一就开始送菜。 突然,脾气太来,雅各布觉得这一天真是好极了,可莫妮卡高兴不起来,她还记得丈夫在医院走廊做的选择。 在家人和农场之间,她选择了农场。 现在还不错,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自信。 我们怎么做的事也不错,但是,我只看着你,我太疲倦了。 两人都红了眼眶,整整十年的干苦与共,真的要结束了。 可当他们回到家,却发现仓库里着火了,雅各布让妻子孩子待在车里,一个人冲进仓库,抢救蔬菜。 莫妮卡把母亲扶到车边,自己也冲了进去。 夫妻俩拼命抢救蔬菜,可是伙势越来越大,浓烟随时会要了他们的命。 雅各布放弃蔬菜,找到妻子,两人一起逃离了火场。 眼看大伙将他们建立的一切化为灰烬,夫妻俩抱头痛哭。 此时,外婆一个人向远处走去,只有她知道,这场火是她烧垃圾时,不小心引燃了地上的枯草引起的。 她自觉没脸再见女儿女婿。 大卫和安妮跟在后面,大卫不顾自己的心脏,跑着追上她。 两个孩子一生生患着外婆,求她回去。 这一场大火看似毁了一切,却把本疆支离破碎的家庭重新粘合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雅各布带着儿子去西边提水,发现老岳母种的水芹菜已经在美国的树林里深深地扎了根,长成了一片。 是啊,只要根扎实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他们似乎又找到了继续奋斗下去的勇气。 好了,我是小明的媳妇儿,接下来是开心广告时间。 Live long and pros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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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开心人请点击置顶评论链接,或前往开心人的店。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